我生产那天,傅婷晨陪着她的白月光庆生。 我大出血,九死一生后。 她却冷声道,离婚吧,既然孩子没保住,我们没有捆绑在一起的意义。 她不知道,我的孩子在新生儿高危病房观察。 三年后,傅婷看着我手上牵着的儿子。 她慌了。 检查出怀孕那天,我兴高采烈地想要回家告诉傅婷晨。 然而,当我满怀期待地推开门,看到的却是傅婷晨温柔地揽着苏联低语的画面。 在我面前,一贯冷硬淡漠的男人此刻正弯着嘴角,露出一副我从来没见过的模样。 他们并肩坐在我为这个家精心挑选的沙发上。 紧紧握在一起的手让我的期待成了最滑稽的笑话。 我一时愣在原地,手肘无意识地撞到了门框。 砰的一声,终于让屋里交谈甚欢的两个人注意到了我的存在。 他们奇奇地看向我,俱视脸色一变。 苏联几乎是下意识地将手从傅婷晨的掌心里抽出来。 她从沙发上站起来,交缠的手指显露出她此刻的慌乱不安。 然而,我只是淡淡扫了一眼她欲言又止的脸。 一开目光,我平静地看着傅婷晨。 男人此刻双手交叉,脸色难看望着我。 你不该现在回家。 我无声地笑了一下。 是。 按照平时,我现在应该正在公司替她打理业务。 然而今天我工作到一半,突然感觉呼吸急促,育偶难耐。 物资忍耐了一会儿,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小夫还隐隐作痛起来。 我不敢耽误,当即让助理送我去了医院。 一番检查下来,医生告诉我已经怀孕两个月。 因为我身体不好又过于劳累,现在隐隐有先兆流产的趋势。 我在医院好一通折腾才将胎稳了下来。 看着报告单上运两月的字样,我终于后知后觉地高兴起来。 我第一时间就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傅廷臣,因为我知道他一直想要一个孩子。 只是我没想到,苏联回来了。 那个傅廷臣从年幼喜欢到现在的女人。 那个早早嫁给他人的傅廷臣心里无法抹去的执念。 我关死了房门,平静地走到他们面前。 苏联一把握住了我的手,泪眼婆娑地向我解释。 月月姐,我刚离婚,阿晨她只是为了安慰我,你别误会。 我静静地任她握住,目光微微垂向她雪白的手臂。 原来她离婚了呀。 怪不得。 怪不得傅廷臣最近早出晚归,忙得连自己的公司都不要了。 我轻轻地笑了一声,内心说不上的悲凉。 结婚两年,傅廷臣为了工作,从来没有陪我休过一天假。 却原来不是因为她骨子里是个工作狂,只是我不值得她停下脚步而已。 这两年,我为了多一些跟她相处的时间,主动帮她承担起公司的业务。 我陪她加班熬夜,陪她交际应酬。 甚至连我怀孕,都因为忙于工作而差点导致流产。 而现在,她在我一个人忍着痛检查的时候陪着苏联。 她甚至将她带回了我们的婚房,光明正大的跟她在这食指交缠。 我有些想哭,却又觉得这是我自己活该。 谁让我明知道她一直喜欢苏联还非要嫁给她。 谁让我从十年前就开始喜欢她了呢? 深吸了口气,我感觉小腹又开始隐隐作痛。 无声地捏紧口袋里的检测单,我牵起嘴角对着苏联笑了笑。 没事,我没误会。 转过身,我把口袋里的检测单递给了傅廷臣。 傅廷臣沉着眸看我,却没有伸手去接。 我耸了耸肩,故作轻松道,你当爸爸了。 傅廷臣眸光一顿,这才接过那张薄薄的A4纸。 她阅览速度极快地把检测单看了一遍。 半想,她平静地抬头,看不出任何情绪地对我说道,明天去给老爷子报个喜。 你这几个月就别去公司了,安心在家里养胎吧。 苏联也凑过去看了一眼检测单。 接着,她做出一副惊喜的表情,望着我的目光闪着亮光。 月月姐,你要当妈妈了。 恭喜啊。 我没有忽略她刻意隐去的傅廷臣的身份。 然而,看到傅廷臣纵容的眼神,我只能将话咽回肚子里。 对着她弯了弯眉眼,我只是轻声道,谢谢。 第二天,我跟傅廷臣去见了她的爷爷,把我怀孕的事情告诉了老人家。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便安心地在家里养胎。 在我怀孕的这段时间里,我没有再见过苏联。 傅廷臣也没有在我面前提过她,我便也自欺欺人地忽视了她每晚在阳台打电话时候温柔的眼神。 我的身体先天便有很多毛病,以至于这胎怀得并不安稳。 好不容易到了七个月,我整个人除了肚子,竟然瘦了一圈。 这天,我本是想给在书房工作的傅廷臣送杯咖啡。 然而,当我挺着肚子走到书房,听到的却是她好听的声音温柔道,你生日想要什么? 我带你去南岛好不好? 我端着咖啡的手抖了一下,杯子掉落在地板上。 她的一声巨响,陶瓷的咖啡杯四分五裂。 傅廷臣终于抬起头,在看到站在门口的我时,她飞快地抿了一下唇。 轻声安抚苏联之后,她挂断电话,快步走到我身边。 她拉住我,小心地带着我绕过洒了一地的咖啡跟陶瓷碎片。 把我带到书房的沙发上坐下,她低声问道,受伤眉。 我下意识地摇了摇头,想到刚刚听到的电话,我忍不住抓住了她的衣袖。 你刚刚,我咬了下唇,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出来。 你刚刚在跟谁打电话? 傅廷臣的眉头瞬间促起。 然而很快,她又放松下来,看着我的眼睛十分坦荡道,苏联。 她下周三的生日,我问问她有没有想要的礼物。 我心里的猜测被印证,一瞬间竟然有些呼吸急促。 或许是孕期激素导致,我清晰地感觉到我的情绪有些失控。 抓着她的手用了用力,我低声道,你可以不陪她过生日吗? 我,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有些害怕。 然而我话音刚落,傅廷臣的脸色瞬间变了。 她毫不留情地掰开我抓着她的手,目光冰冷而阴沉道,秦月,你出现了。 那天跟傅廷臣不欢而散后,这几个月套着虚假外衣的温情便彻底戳破。 傅廷臣还是去给苏联过生日了。 而我在苏联生日当天,狠狠地摔了一跤,早产了。 当我被送到医院的时候,鲜血已经流满了我的大腿。 好不容易九死一生地生下孩子,我没等恢复便给傅廷臣打了电话。 然而电话接通,那头传来的却不是我的丈夫对我的关心。 傅廷臣的声音里带着无法压抑的怒火。 她冷冷地对着我说道,离婚吧,既然孩子没保住,我们没有捆绑在一起的意义。 我感觉大脑轰的一下炸开。 这一刻,我心如死灰。 我躺在病床上,疯狂地想要大笑。 然而笑到最后,留下的只有满脸湿润的痕迹。 傅廷臣听错了消息,我的孩子并没有死。 她只不过因为早产需要在新生儿高危病房观察。 我本来给她打电话,也是想跟她说这个。 然而现在,我突然有些庆幸傅廷臣从来不愿意听我说话。 我会离婚,会带着这个孩子远走高飞。 只希望傅廷臣这辈子,永远不要有机会为今天后悔。 三年后,我跟顾培刚刚拿下一个巨难稿的合同,这会儿正在餐厅里庆祝。 牛啊月月,我爸昨天还嘲讽我说这个项目肯定拿不下来,没想到你今天就打他脸了。 顾培眼里掩饰不住地开心,白镜的面容上有两抹酒精作用的红韵。 我笑了下,忍不住有些得意。 那时,你也不看看我磨了他多久。 想起这三个月,我风里来雨里去,又是陪他去种树,又是陪他老婆买衣服。 一天二十四个小时,我有十六个小时在围着他们一家人转。 连儿子都是顾培帮我照顾的。 想到这我忍不住叹了口气。 三年前,我跟傅庭臣离婚,之后便带着儿子销声匿迹。 顾培是在我离婚三个月后,找到我的。 他算是我的青梅竹马,但在我结婚后也很久没有见了。 彼时,顾培刚刚跟他爸闹翻出来,自立门户。 他找到我时,我以为他是来安慰婚姻失败的我的。 结果谁知道,这人一句安慰没说,上来就问我愿不愿意去帮他创业。 当时我儿子的身体刚刚好转,我为了照顾他,暂时没有去工作的打算。 谁知道,顾培就跟和我杠上了一样。 他干脆在我家对门租了个房子,一日三餐都非要跟我凑到一起。 再后来,儿子长大了一些,他更是干脆把小时候照顾他的保姆请了过来, 势必给我创造绝对安心的条件跟着他去创业。 我被他软磨硬泡了大半年,终于还是败在了他的坚持下。 之后,我进入了他的公司,担任了副总裁的职务。 也多亏了当年因为爱着傅廷臣而帮他处理工作的那些经历。 在进入顾培的公司,开始正式管理起来之后我也算是得心应手。 我们这两年把摊子铺得很大,这个项目更是关乎着公司能不能上市的关键。 现在,这个项目明确地迁到了我们公司,我心里也算是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好歹是没辜负顾培对我的期待不是。 想到这个项目之后能带来的利润,我就更忍不住嘴角的笑意。 顾培喝得有点上头,他拉着我对未来大展宏图。 闪闪发亮的眼眸中,是毫不遮掩的野心与决心。 我是真的很高兴,对之后的工作更是充满了干劲。 下午我们回到公司,顾培看不出一点喝了酒的痕迹。 从踏进公司大门的那一刻,他就端起了总裁的架子,把皮鞋踩出了风火轮的架势。 我看得好笑,但为了维护他的面子,我还是努力憋住了。 下午安排完工作,我跟顾培难得早下班了一回。 因为我儿子今天第一天上幼稚园,我答应他要亲自过去接他。 跟顾培去接儿子的路上是我开的车。 我平时开车不多,车技一般,是以一路上都高度集中了精神。 顾培本来在跟人打电话,挂断之后突然道,话说月月, 你知道傅廷臣这三年一直在找你吗? 骤然之间,听到这个名字让我忍不住愣了一下。 前面刚好是红灯,我稳稳踩下刹车,语气淡淡道, 嗯,他最好是找我参加他的葬礼。 顾培丝毫不给面子地笑了一声。 接着他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可惜了,他活得很好。 红灯转绿,我踩下油门重新上路。 顾培在那句话后略微沉默了一会儿。 他扭头看向窗外,半想又转过来,认真的看着我。 月月,你真的放下他了吗? 我躲过一辆插队的车,忍不住吃笑一声, 他都那样对我了,我还放不下。 难不成我看着这么像傻逼。 眼前已经出现了儿子的幼稚园, 我主动结束了这个话题。 放心吧,我们俩再见面,肯定是有一个人要死了, 不然我可不想再跟他有什么牵扯。 话刚说完,前面的突然冲出了一个小孩。 我吓了一跳,急忙打了一下方向盘, 结果就跟另一辆车碰上了去。 好在这里已经离幼稚园附近的停车场很近了。 大部分车的车速都不快, 对面的车又反应迅速, 我们只是浅浅地寡蹭了一下。 乱跑的孩子不知道自己闯了祸, 已经没了踪迹。 我无奈地看向顾培, 有些气闷道,打114吧。 顾培点了点头, 很快便去处理后续的事情。 我任命地解开安全带, 打开车门, 准备去跟对面车主商量一下赔偿问题。 结果等对面车上的人下来, 我却愣住了。 刚刚我还跟顾培说, 除非死了, 否则绝不跟傅庭臣见面。 结果这话说完都没五分钟, 我就被狠狠地打了脸。 我不小心蹭上的车, 就是傅庭臣的。 而跟他坐在一辆车上, 从副驾驶下来的人就是苏联。 我, 我扭头就想走, 傅庭臣却猛地冲了上来。 等等。 他一把拉住我的手腕, 温暖的体温 让我忍不住浑身站立。 我深吸了一口气, 还没来得及甩开他, 顾培已经冲了过来。 他毫不客气地 一巴掌拍掉傅庭臣的手, 接着我只感觉到一股大力, 就被顾培护在了身后。 我下意识地抓住了顾培的胳膊, 身体还没有从傅庭臣的触碰中缓过神来。 恶心。 无法遏制的恶心。 傅庭臣只是碰了我一下, 我就忍不住想把整条胳膊都锯掉。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我抬起头, 目光冷冷地看向傅庭臣。 傅庭臣跟顾培正在对峙。 两个身形相仿的男人面对面站着。 即使不发一言, 依然能让人感觉到 剑拔弩张的气氛。 我下意识地看了眼手机, 发现儿子已经放学了。 有些担心儿子在学校里等着急, 我拽了拽顾培的胳膊, 点起脚凑到他的耳边轻声道, 让保险公司解决吧, 陆陆放学了。 顾培慢慢收回视线。 他学着我的样子, 微微弯腰, 把头凑到我的耳边。 你先过去, 这交给我解决。 他看了看我, 表情严肃, 你不想让他知道陆陆的存在吧? 我咬了下唇, 的确是这样的。 毕竟傅庭臣之前做的那些事, 我确实不想让他知道儿子的存在。 犹豫了一下, 我下定决心。 完全无视傅庭臣 仿佛要将我烧死一般的目光, 我对着顾培点了点头。 那我先走了, 你自己小心, 别跟他们起冲突。 顾培对我眨了眨眼, 笑得一派轻松。 放心吧姐姐, 我可比她靠谱多了。 我扯了一下嘴角, 低下头便想离开。 然而傅庭臣明显不想让我就这么离开。 她突然向我走了一步, 声音急怯道, 等等月月, 月月姐, 这几年你去哪了呀? 我们好担心你呀。 苏联突然开口, 打断了傅庭臣没说完的话。 而我被傅庭臣挡住了离开的路, 被迫停下直面他们。 苏联已经走到了我旁边。 她伸出手想来抓我, 泪眼蒙蒙的样子, 倒真像她说的一样。 然而我却只觉得虚伪。 大步往后退了一步, 我躲开苏联的手, 垂眸冷声道, 苏小姐, 我们不熟吧。 无视掉苏联将住的表情, 我转头看向傅庭臣, 谋中满是厌恶。 傅先生, 撞了您的车我很抱歉, 需要我赔偿多少我都会照赔, 后续就交给保险公司吧。 说完, 我再一次想离开。 傅庭臣又一次拦住了我。 他的脸色, 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了。 我车不用你赔, 我还不缺这点钱。 他说的有些咬牙切齿, 眼看着又想对我动手动脚, 被顾培毫不客气地阻拦掉。 傅庭臣的耐心彻底没有了。 他看了看顾培又看了看我, 脸色铁青地怒吼道, 秦月, 你当初就是为了他才跟我离婚。 我愣了一下, 接着气笑了。 傅庭臣, 你还是跟过去一样不长脑子。 反正也走不了, 我干脆也不走了。 既然傅庭臣误会了我跟顾培的关系, 那我干脆便直接靠到了顾培的身上。 顾培配合地揽住我, 傅庭臣的脸果然黑了。 轻轻吃笑了一声, 我双手抱胸, 眼神击翘地看着他。 怎么, 傅总这几年得偿所愿, 抱得美人归, 还不允许我找别人了? 我眼神嘲讽地看向苏联, 却发现他并没有露出我想象中得意的神情。 他听到我的话反而下意识地咬住唇, 神情看起来有些尴尬。 我心里疑惑了一瞬, 就听到傅庭臣着急地解释, 我没有。 我, 好了傅总。 我打断他, 并不想跟他多言。 这里是幼稚园附近, 孩子已经放学了, 我们别影响别人。 转头看了看顾培, 他冲我点了点头, 我就知道后续的处理工作他已经找好人了。 在心里叹了口气, 我就这一辆车还撞了, 估计短期内都只能蹭顾培的车上下班了。 眼看着越来越多带着孩子的家长过来停车为开车离开, 我心里也忍不住着急起来。 傅总, 车的事我已经找了保险公司的人来处理, 您要是不忙, 就自己在这等等吧。 从顾培身上起来, 我看着强忍怒火, 害怕丢人的傅庭臣, 忍不住弯起嘴角。 至于别的事, 我不关心, 也不感兴趣。 傅总不想大庭广众丢人的话, 就祈祷我们以后再也别见了吧。 说完, 我拉起顾培, 转头就走。 这一次, 傅庭臣没有阻止我。 不知道他是害怕丢人, 还是我的态度让他的脸面挂不住。 总之, 等我们确定走到傅庭臣看不到的地方, 我这才常常地松了口气。 还好傅庭臣没问我为什么要来幼稚园这边。 儿子的事, 我不想让他知道, 他也不配称为我儿子的父亲。 倒是顾培, 一路上骂骂咧咧。 感觉要不是顾着我的面子, 他早就冲上去把傅庭臣打一顿了。 我们两个在幼稚园门口停下, 对视一眼, 谁都没提这件事。 顾培打电话叫了助理来处理车的问题。 以我对傅庭臣的了解, 他肯定也不会在这件事上纠结。 后续倒是不担心被叫过去做什么笔录, 但今天回家, 我们确实是没有了交通工具。 轻轻叹了口气, 我提醒了下顾培车的问题。 顾培已经挂了电话, 他柔声道, 放心, 我让小李先把他的车开过来, 我给他报仗回去的车费。 我点了点头, 也只能这样了。 就是回头要记得给小李发点奖金啊。 因为害怕接到儿子之后出现变故。 我跟顾培是等到小李把车开过来才进去接的儿子。 现在距离放学已经过去了好一阵子。 幼稚园门口陆陆续续冷清下来。 老师陪着儿子坐在教室里等我们, 看起来十分的孤单。 我跟顾培刚走进教室, 儿子就已经冲了过来。 我赶紧蹲下抱住他, 还没来得及道歉, 儿子已经挖得一声哭了出来。 他因为早产生的瘦小, 说话也比别的孩子晚一点。 这会儿他似乎是以为我不要他了, 呜呜咽咽地抓紧我的衣角, 断断续续道, 妈妈,不要,别,别,不要。 我,我心疼得不行, 赶紧把他死死抱进怀里。 宝贝不哭, 妈妈路上遇到了点事, 你别怕。 妈妈怎么可能不要你呢? 儿子抽抽耶耶地停不下来, 我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哄着他。 眼看着儿子哭得根本没有停下的架势, 我也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顾培站在一边, 突然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扭头看向他, 忍不住露出了一丝无助。 顾培没说什么, 他只是蹲下身, 温柔地摸了摸儿子的头。 露露不哭了好不好? 露露可是小纳男子汉,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可是,可是, 儿子看向顾培, 可怜兮兮的样子, 让我又心疼又心软。 这样好不好? 露露答应干爹不哭了, 干爹这周末, 带你去游乐园好不好? 顾培笑盈盈地看着露露, 一点也不介意, 露露把眼泪鼻涕都蹭到他的衣服上。 我略微惊讶地看了一眼顾培。 儿子因为身体原因, 这几年我都不太敢乱带他出去玩。 再加上这两年, 我工作确实忙。 是以即使儿子多次表示了自己想去游乐园, 我也一直没有带他去过。 这会儿听到顾培这么说, 儿子果然停下了抽气。 他期待地看着顾培, 声音有些小心翼翼。 真的吗? 可是妈妈, 儿子有些顾忌地看向我。 没事, 干爹说能去就能去。 你妈妈也阻止不了。 顾培果断抢在我之前开口, 拍着胸口跟儿子保证。 儿子得了承诺, 瞬间破涕为笑。 我看着一大一小两个男人在那拉钩上吊, 最终还是妥协地笑了。 儿子被顾培哄得开心, 张开手就要顾培报。 顾培从善如流地抱起儿子, 我只能去帮忙拿儿子的书包, 顺便好好跟老师道了个谢。 离开学校之前, 我特意先去门口转了一圈。 确定傅庭辰不在之后, 这才跟顾培飞快地上了车, 向着家的方向驶去。 当天晚上, 儿子非要顾培留下来陪他睡觉。 顾培这几年一直住在我家对门的房子。 他有钱之后更是干脆连租都不租了, 直接把那套房子买了下来。 我对他的行为有些无奈, 但到底没花我的钱, 我也不能说什么。 不过他住到我家对门之后, 倒是的确友善了很多。 照顾儿子的阿姨现在不管夜间。 每次到了晚上, 顾培都会过来陪着儿子晚上一阵, 让我能有个时间整理自己的事情。 不过儿子从来没有让顾培培睡过。 今天他能提出这个要求, 看样子真的被吓得不轻。 我有些心软, 劝了儿子几句没用之后, 我只得有些抱歉地看着顾培, 要不我把客房收拾一下, 你凑合一晚吧。 顾培倒是很无所谓。 他回家洗了个澡, 换了个衣服, 接着拿了几个模型玩具回来。 他又陪着儿子玩了一阵。 等到儿子实在困得不行, 我这才把他抱回卧室, 准备上床休息。 结果谁知道儿子困得眼都睁不开了, 还知道抓着顾培的衣袖让他陪他睡觉。 顾培有些为难地看着我, 他小声道, 那让露露今晚跟我睡。 我看了看儿子倔强的手, 无奈地点了下头。 那就这样吧。 我刚想把怀里的儿子给顾培, 结果儿子反手又抓住了我。 他迷迷瞪瞪道, 妈妈也要。 我, 顾培, 我们两个对视一眼, 默默承受了成年人应该承受的尴尬。 那晚, 顾培是睡在我房间的沙发上的。 第二天, 我们把儿子送到幼稚园, 签答应万保证, 下午一定准时来接他, 这才把他哄了进去。 等我跟顾培回到公司, 立马针对刚签下来的项目, 开了个会。 会议一直从早上开到下午, 等配置设定好各部门的工作之后, 我跟顾培也投入到了自己的工作里。 结果没想到, 公司迎来一个不速之客。 因为昨天公司官宣了合作案, 傅廷臣终于知道了我在哪个公司。 我没想到他今天竟然直接追到了我们公司。 傅廷臣上到顶楼总裁办公室的时候, 我跟顾培正在讨论接下来的计划方向。 我们讨论的比较投入, 身子不知不觉紧紧地靠在了一起。 听到电梯响我们甚至都没抬头。 直到来人不声不响地站定在我们面前, 我们这才感觉有些不对。 微微促起眉, 我被人打断了思路十分不满地抬起头, 结果就看到了傅廷臣怒火迎天的眼神。 他目光死死地盯着我。 看起来就跟我当初不让他去给苏联过生日时一模一样。 顾培已经迅速站了起来, 挡在了我的身前。 傅廷臣冷冷地看着他, 沉声道, 让开, 我不是来找你的。 顾培痴笑一声, 这是我公司, 我怎么不记得傅总今天有跟我预约? 他双手抱胸, 将我死死挡在身后, 对着傅廷臣讥讽道, 我倒是不知道傅大总裁 什么时候有了私闯别家公司的爱好了。 我有理由怀疑你想窃取我们的商业机密。 就你。 傅廷臣冷哼一声, 我还看不上。 他似乎不想再跟顾培废话, 而是往旁边迈了一步, 再次进入我的视线。 月月, 上次你闲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不愿意跟我聊, 现在这里没有外人, 我总能跟你聊两句了吧。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知道这么回避下去, 傅廷臣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轻轻拍了一下顾培, 我站起来, 面对着傅廷臣冷声道, 我不认为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 傅廷臣咬了下牙, 迎着声音问道, 当初为什么跟我离婚? 我愣了一下, 有些好笑又讥讽地看着他, 当初不是你要离婚的吗? 在我九死一生生下孩子之后, 他陪着他的白月光, 跟我说孩子保不住, 我们没必要绑在一起。 当初说得多么决绝, 这会儿又来装什么可怜? 我看着他眼中满盈的内疚, 心里只觉得好笑得不行。 傅廷臣张了张嘴, 他无力地辩驳, 我只是在说气话。 他看着我, 有几分急切地解释, 我当时以为你是不满意 我去陪苏联过生日, 才故意把我们的孩子弄没的。 我不知道你是出了意外, 哈。 我听着他的解释, 更是气笑了。 傅廷臣, 你扪心自问, 我嫁给你的那几年 在你面前坐过一次吗? 我会拿一条活生生的生命来开玩笑。 我气得, 简直想剖开他的胸膛, 看看他还有没有良心。 大口地喘着气, 缓解气急胸闷的心脏, 我心里对傅廷臣的厌恶 已经到达了这几年的顶峰。 顾培在一旁轻轻握住我的手。 他往前一步, 坚决地阻断了 我跟傅廷臣的对话。 傅廷臣, 你都已经跟月月 离婚了就别来纠缠他了吧。 成年人好聚好散, 他都成全你, 跟你那白月光了, 你再来打扰他的生活 就太不是男人了。 傅廷臣脸色一变, 他冷声道, 我跟苏连没关系。 我本来已经准备叫保安上来 把他请出去了。 结果他这一句话, 止住了我打电话的手。 我皱了皱眉, 看着他问道, 你跟苏连没结婚? 傅廷臣似乎误会了我的意思。 他眸中瞬间划过一丝喜色, 急忙点头道, 没有没有, 我这几年一直在找你。 他伸出手想来抓我, 被我毫不留情地躲掉。 傅廷臣的手将在半空, 看起来有些滑稽。 月月, 我冷冷地看着他, 只觉得这个男人异常地好笑。 当初他为了苏连, 可以在我孕期离开我去给他过生日。 结果现在, 我们离婚了, 他又来告诉我他没跟苏连结婚, 这几年一直在找我。 他这样做到底是想恶心谁? 我深吸了口气, 对着傅廷臣严肃道, 既然这样, 那傅总结婚的时候我会记得给你包个红包的。 毕竟, 抛开感情上的问题, 在工作上我还是要感谢傅总前几年对我的帮助的。 我顿了一下, 嘴角到底没忍住扬起一抹鸡翘的弧度。 毕竟没有你的锻炼, 我也不能做阿培公司的副总, 这一点我还是要好好谢谢那你的。 我故意用暧昧的昵称还称呼顾培。 果不其然, 傅廷臣的脸色变了, 但我已经不打算跟他多说。 跟顾培打了声招呼, 我直接转身进了办公室里面的休息间。 后面顾培是怎么让傅廷臣离开的, 我不知道。 他没主动告诉我, 我也没问。 我们两个谁都不愿意再提傅廷臣这个名字。 之后我们把精力重新投入到了工作里。 我们这几天经过各种会议, 最后敲定了几个势在必得的项目。 傅廷臣之后一直没出现, 也没联系过我。 我都以为他放弃了。 直到我在竞标的名单里看到傅氏, 忍不住深深皱起了眉头。 据我所知, 这几个项目跟傅氏主营的产业都不沾辫。 傅廷臣突然拉着傅氏横插一脚, 我怎么也不相信这只是巧合。 然而, 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更不想主动去联系他。 跟顾培商量了一下后, 我们着重对傅氏留了个心眼。 不管傅廷臣是恼羞成怒准备抢了我们项目, 还是他真的只是想要拓展产业。 总之这几个项目我们势在必行, 绝不会让他被别人抢占了去。 就这样, 很快到了竞标当天。 我跟顾培难得一起带着一支队伍来到了竞标现场。 傅廷臣果然也来了, 这会儿正在跟几个老总聊天。 在他身边还有许久不见的苏联, 看打扮像是作为傅廷臣的秘书来的。 我跟顾培对视一眼, 心里带上了几分警惕。 竞标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倒是要看看傅廷臣他葫芦里到底卖着什么药。 竞标开始之后, 我特意留了点心神放到傅廷臣那边。 虽说来之前, 我跟顾培已经确定过很多次, 这次项目我们十拿九稳。 但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刻我的心里突然涌起了一股十分强烈的不安。 傅廷臣一直没有动作, 竞标在看似顺利的情况下进行着。 我代表公司阐述完我们的优势跟方案之后, 明显能看到评估团的人露出满意的神色。 我大放地从台上下来, 心里稍微松了口气。 顾培趴到我的耳边, 小声夸了我一句。 我不着痕迹地对他挑了挑眉, 心里也忍不住有些得意。 等到最后, 所有公司的人都阐述完。 就是等待竞标结果公布。 我跟顾培坐在座位上闲聊, 一个人从我旁边经过, 故意撞了我一下。 我肩膀被他撞得一斜, 下意识地看过去。 是跟我们共同竞标的另一家公司的负责人。 我之前在别的工作上赢过他几次, 他后来看我一直都不太顺眼。 我蹴了下眉, 不太想在大庭广众之下跟他起冲突。 然而他却不这么想。 那人停在了我的面前, 双手抱胸,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他语气轻蔑道, 秦月, 之前几次项目让你抢走了, 你可别觉得就会一直赢下去。 我承认, 你们公司这次准备的的确很充分。 但, 他停顿了一下, 语气再也压实不住得意跟狂妄, 这次的项目, 中标的一定是我们。 说完, 他冲我留下一个轻蔑的目光, 转身走了。 我促起眉, 回头跟顾培对视一眼。 他脸色难看, 果然是跟我想到一块去了。 刚刚各家展示自己的方案的时候, 我确定我们是最出彩的一家。 但刚刚那个人却那么笃定 这次的中标的会是他们公司, 那就只能说明, 这次的竞标已经被内幕了。 我忍不住心情沉重了下来。 这次的项目如果不能拿到手, 对我们后续的资金周转 将是很大的问题。 我控制不了的, 有些急躁, 手指无意识地俯上了太阳穴。 顾培的脸色也没好到哪去, 但他还是沉着声音安抚我道, 没事, 等出结果再说。 我点了点头, 心里却已经相信了 刚刚那个人说的话。 强撑着按下心里的慌乱, 我尽量让自己表现得自然。 竞标结果马上就要公布, 我不由自主地端正了坐姿。 手里紧紧捏着项目书, 我感觉现在比我第一次单独跟人谈合作的时候还要紧张。 那人又看了我一眼, 眼神是止不住地得意。 我无视他的挑衅, 死死盯着台上宣布结果的人。 这次中标的是傅氏集团。 随着那人话音落下, 现场先是死记一秒, 接着瞬间爆发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微微张嘴, 愕然地愣在原地。 傅氏。 最后中标的竟然是傅氏。 下意识地看了眼傅亭臣, 他此时正在周围各种道贺声中从容地走向台上, 镇定自若地进行着发言。 我对于这个结果还有些猛逼。 看了看刚刚挑衅我的那个人, 结果发现他的表情比我还要震惊。 叹了口气, 我感觉心情十分复杂。 傅廷臣他到底想干什么? 竞标结束之后, 大家三三两两地散场。 我跟顾培一边商量着 接下来该怎么挽回损失, 一边往外走着。 傅廷臣突然挡到我的面前, 伸手递给了我一本档案架。 我警惕地看着他没有说话。 傅廷臣你有完没完了? 你现在是来炫耀的。 顾培本来心情就不好, 这会儿更是不跟傅廷臣客气。 然而傅廷臣难得没有跟他呛回去。 他只是淡淡地瞥了顾培一眼, 接着又把档案架往我面前伸了伸。 拿着吧, 这是这个项目的无偿转让协定。 你们很需要这个吧。 傅廷臣说完, 不只是我, 就连跟在他身边的苏联都露出了一脸不敢置信。 我下意识地促起眉, 拒绝道, 不用, 我们可以去找别的项目。 傅廷臣似乎没想到我会拒绝, 他有些着急了。 你别不要, 我就是听说陈氏那边走了关系, 想到会对你不利才拿的这个项目, 你不要我们公司也用不到。 他说着强硬地把档案架塞到我怀里。 我看到他咬了咬唇, 有些艰难地说道, 就当是我当初对你的赔罪吧。 我眨了眨眼, 慢慢垂下了眼眸。 顾培不干了, 傅廷臣, 你别, 顾培。 我轻轻叫住他, 对他摇了摇头。 顾培跟我一向是默契的。 他瞬间闭了嘴, 只是表情看起来十分地难看。 我用几秒钟的时间 快速地整理了一下情绪。 轻轻吸了口气, 我压下心底翻涌的情绪, 抬起了头。 我眼神沉沉地看向傅廷臣, 语气却十分冷漠。 既然这样, 那这份合同我就收下了。 傅廷臣表情一洗, 眼神瞬间亮了起来。 你说得对, 这都是你欠我的, 你本就应该给我赔罪。 缓缓勾起嘴角, 我嘲讽道, 只是你记住, 我们之间的关系 不会是已有任何改变。 说完, 我不管傅廷臣 瞬间挥败的脸色, 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跟顾培 一路沉默地回到公司。 一直到了办公室, 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我这才小心翼翼地凑到了他身边。 怎么了顾总? 生气了。 顾培淡淡地瞥了我一眼, 没说话, 扭头就往屋里走。 我一瞅的, 这是真生气了。 赶紧放下手里的东西, 我小跑上去拉住他的胳膊。 哎呀顾培, 别生气嘛。 我晚上请你吃饭, 做你最喜欢的糖醋排骨好不好。 顾培顿了下, 轻轻晃了晃胳膊。 没什么诚意地, 想要甩开我的手。 我本来下意识地想放开, 结果被他一看, 立马抓得更用力了。 顾培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 微不可查的满意, 身体也没那么僵硬了。 我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就听到他阴阳怪气道, 你是把我当秦璐红了。 我先说你可不就跟个小孩一样, 面上却飞速地摇头。 当然没有, 你才不会跟他一样无理群闹呢。 顾培的脸色彻底放松下来。 我悄悄输了口气, 看着他现在情绪稳定了。 我赶紧解释道, 我答应傅廷臣接下这个合同, 的确是因为这个项目对我们很重要, 绝对没有别的意思。 我一边说, 一边小心翼翼地观察着顾培的脸色。 然后我就发现, 他脸又黑了。 我, 顾培这次是真的用了点力气甩开我。 他咬牙道, 没了这个项目, 我还可以去找别的项目。 大不了我回去求我爸, 有什么必要, 非要接受他的好意。 他突然用力地掐上了我的肩膀, 让我无可逃避地直直面对他。 秦月, 我不信你不知道他傅廷臣是什么意思。 你们离婚三年, 他找了你三年, 好不容易见到你的人了, 就开始想尽办法地接近你。 他这不就是放不下你, 想跟你复婚吗? 我垂下眸, 避开顾培的目光, 下意识地咬住了唇。 他说得对, 我知道傅廷臣想跟我复婚。 虽然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 发现自己喜欢上我的, 但他这个人从以前开始就是这样。 爱面子, 不会表达感情, 自以为是的对你好。 这些我都知道。 顾培捏着我肩膀的手越来越用力, 像是要将我的肩胛骨生生捏碎一样。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房间里寂静了许久。 好伴想, 我才轻轻吸了口气, 小声开口道, 顾培, 我是不是没有告诉过你, 我当初为什么会喜欢上傅廷臣。 我跟傅廷臣的故事其实很老套。 我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死了, 我妈拉扯我到大学, 精神压力太大, 赌博了。 她当时欠了钱, 被追债的人逼得跑了路。 而我当时正在上大学, 追债的人找不到我妈, 就把我堵在巷子里。 我当时走投无路, 心里已经抱着他们, 一旦轻薄我就 跟他们同归于尽的心态。 而就在这个时候, 路过的傅廷臣把我救了。 我必须要承认, 当傅廷臣逆着光, 从巷子口走进来, 把我从追债的人手里救下来的时候, 我的确觉得她神圣极了。 在后来我小姨知道了我家的情况, 帮我卖了家里的房子, 又自己给我填补了一些, 还上了债。 而我也从那天开始, 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傅廷臣。 我从大学开始追她, 一直追到毕业。 她对我的态度并不好。 不, 或许应该说, 除了苏联之外, 傅廷臣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态度。 冷漠、无视、轻蔑。 但我不介意。 不管她对我是冷脸相对, 还是嫌弃厌恶, 我都能仰着笑脸凑到她的身边。 即使我一直都知道她心里爱着的是另一个女人, 即使我所有的朋友都骂我犯贱。 但我就是没法控制自己不靠近她。 直到后来, 苏联结婚出国, 傅廷臣消极了好久, 而我也得此趁虚而入。 我永远都记得, 苏联离开过后傅廷臣的第一个生日。 那是头一次傅廷臣在生日这天没有去找苏联, 反而把时间留给了我。 那天我特别开心, 从早上睁眼就开始准备她的生日惊喜。 我做了一大堆她爱吃的爱, 还亲手赶了长寿面给她吃。 然而我精心准备了一天, 布置了屋子, 买了礼物, 却在晚上临时被告知, 她去参加了晚宴。 我当时看着一大桌丰盛的晚餐, 什么都没说, 只是温柔地叮嘱她少喝点酒, 早点回来。 那天我一个人坐在黑漆漆的客厅里, 从天亮等到天黑。 傅廷臣是半夜回来的, 当时已经过了十二点。 她喝得有些醉, 见到我之后还愣了一下。 我什么都没说, 只是温柔地帮她脱了衣服, 又带她到沙发上坐下, 给她倒了杯饮酒茶。 她当时似乎有些头疼, 喝完饮酒茶之后, 她突然跟我说, 月月, 你没给我准备生日礼物, 也没跟我说生日快乐。 我当时愣了一下, 心里有些酸涩。 然而我什么都没说, 只是仰起笑脸, 甜甜地对她说道, 生日快乐, 傅廷臣。 我把我提前准备好的生日礼物给她。 是一枚胸针, 我攒了好久的钱才买得起。 傅廷臣看到那枚胸针之后露出了一抹笑。 她很少笑, 但偶尔牵起的嘴角总能精准地射住我的心神。 我在她的笑里晃了晃神。 便是这半刻, 她突然搂住我的脖梗吻上了我。 我到现在都记得当时的心情。 紧张、 兴奋、 悸动。 就是这个吻, 让我觉得一天的等待都变得值得。 我疯狂地回应她。 吻到最动情的时候, 她低声道, 月月, 我们结婚吧。 第二天, 我跟傅廷臣便去领了结婚证。 我们是闪婚。 她爷爷听说她结婚的消息很高兴, 因为她爷爷想要孙子, 事宜已经不是第一天催她了。 而我成了她的妻子, 除了开心之外, 还有很浓的不真实的感觉。 结婚后的傅廷臣对我的态度依然不算热烈。 她是个工作狂, 每天大半的时间都扎在工作里, 我们相处的时间其实很少。 但我不在意, 我知道她还没放下苏联, 但我不在意。 我为自己能够跟她在一起感到幸福, 也相信只要时间足够久, 她总会放弃苏联爱上我。 我也的确从来没有埋怨过她一句。 她想要工作, 那我就拼命恶补商业知识, 进她的公司帮她打理事业。 她不愿意我提苏联, 那我就无视掉她书房里苏联送她的东西那些东西, 全当什么都不知道。 她不喜欢我做, 我就永远体贴懂事, 从不任性, 永远温柔。 我曾经以为, 她总会被我感动。 然而事实证明, 她当初会跟我结婚, 恐怕除了酒精催动下 对苏联生出的那么一点报复的意思, 就只是因为她的爷爷了。 我付出了很惨烈的代价, 才认清了这个事实。 而我自认, 这些年对她无条件的付出, 为她公司所创造的收益, 已经足够还她当年的救命。 我把这些跟顾培说完, 轻轻叹了口气。 是以顾培, 我比所有人都清楚, 她不爱我, 她只是不能接受我不爱她了而已。 但我真的不爱她了。 曾经我以为, 我对傅廷臣的爱永远不会熄灭, 哪怕她不爱我, 哪怕她迟早会跟我离婚。 我就算抱着那段 我们曾经在一起过的回忆, 也可以一直热烈地爱下去。 但, 我又忍不住长叹一口, 我低估了时间对人类的磨损, 只不过过了三年, 我已经不记得当初 对她那样炙热的爱意 到底是什么感觉了。 我感觉有些疲惫, 走到了沙发上坐下。 顾培也不跟我耍脾气了, 她沉默地跟在我身边, 给我倒了一杯温水。 谢谢。 我接过她的温水, 对她笑了笑。 是以你放心吧, 我接受她的合同, 只是因为这是我评估过后, 对公司最好的选择。 顿了一下, 我忍不住失笑一声。 还有一句话, 我也没有骗人, 这是傅廷臣她欠我的。 当初她救我一命, 我还了。 现在她欠我一条命, 她也该还了。 顾培久久没有说话, 她垂着头, 看起来像是失落的大狗狗。 我笑了下, 伸了个懒腰, 我故作轻松道, 好了你也别在这参禅了, 工作吧。 月月, 顾培突然叫住我, 她的眼里似乎有些晶莹在闪烁。 当初你家出事的时候, 我不在国内不知道, 以后, 以后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经历这些了。 我无所谓的笑了笑, 拍了拍顾培的肩膀安慰她。 顾培只是低落了一会儿, 很快便收拾好情绪。 她揉了揉脸, 又拍了两下, 从沙发上站起来。 工作工作, 待会儿我就给我爸打电话, 让他还傅廷臣个项目, 咱不占他便宜。 我笑了笑, 顾培比我跟傅廷臣都小一些, 她现在争强好胜的样子, 竟然让我觉得十分可爱。 之后我们都没再提傅廷臣的事情。 傅廷臣给我的合同, 我让公司的法务评估了一下。 的确如她所说, 是一份完全无常的赠与协定。 我看到那份合同的时候, 还是忍不住有些心情复杂。 但不管怎么说, 有了这个项目支援, 我们跟赵总的合作项目, 也可以没有压力地进行下去。 那天之后, 傅廷臣找借口加了我的好友, 每天给我发消息。 她还很有意思, 每次发消息都是闲聊插着工作。 我就算想把她屏蔽都屏蔽不了。 就这样, 时间很快到了周末。 我跟顾培连着加了五六天的班, 甚至为此都把保姆阿姨 重新请回来照顾儿子。 就是为了兑现顾培给儿子的承诺, 周末带她去游乐园。 出去玩那天, 我跟儿子特意换了亲子装。 就是没想到顾培穿的, 竟然跟我们穿得很像, 这么一搞, 我们倒很像是一家三口了。 儿子很高兴, 一路上都扒在顾培怀里, 咯咯地笑。 顾培虽然年纪不大, 但很会照顾小孩。 儿子身体不好, 年纪又小, 其实来了游乐园, 也没有多少能玩的项目。 但顾培依然尽心尽力地陪着儿子, 一天下来, 光是在游乐园的各个分区来回跑, 就已经把我累得够呛了。 下午临近傍晚, 我实在是跑不动了。 眼看着顾培还要带着儿子去看城堡, 我一把拽住了他。 回家, 下次再来。 不然, 我现在就自杀给你们看。 顾培抱着儿子, 一大一小两个人鄙夷地看着我。 月月你不行啊, 妈妈你不行啊。 我, 我就是不行, 要不你们报警把我抓了吧。 我自暴自弃道。 儿子咯咯地笑起来, 顾培也忍不住笑道, 你真不行了。 我疯狂地点头, 举手做了个投降的样子, 真不行了, 到极限了。 哎, 好吧。 顾培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 然后低头跟儿子说道, 妈妈不行了, 露露我们下次再来看城堡好不好。 儿子很懂事地点了点头, 他眼珠一转, 突然笑了。 回家回家, 下周露露还要来。 看样子, 儿子是想到了这样, 还能得到多来一次的机会, 是以格外痛快地答应了。 我跟顾培对视一眼, 有些欣慰地笑了。 我们三个出了游乐园, 说说笑笑地走向停车场。 直到一个人挡在我面前, 熟悉的感觉让我心里顿时紧张了起来。 我停下脚步, 转头一看, 果然又是傅庭臣。 傅庭臣会来游乐园, 是我怎么都没想到的。 他今天难得没穿西装, 而是穿了一件休闲的风衣。 此时他把手插在口袋, 看着我们的表情十分地难看。 我看清他之后, 心里一紧, 下意识地就把儿子挡在了身后。 然而我的做法只是欲盖弥彰而已, 傅庭臣早就看到了顾培怀里的儿子。 他的眼神在我们三个身上来还转了一圈, 接着, 他脸色阴沉道, 月月, 那是你们的儿子。 我抿了下唇, 大脑飞速转动该怎么解释? 然而, 儿子可不懂大人之间的弯弯绕绕。 他搂着顾培的脖子, 软糯糯地问他, 爹爹, 他是谁啊? 我们在场的三人同时愣了一下。 傅庭臣的眼神瞬间沉了下来, 死死地盯着儿子身上。 儿子被他看得有些害怕, 下意识地往顾培怀里缩了缩。 我立马反应过来, 儿子认了顾培当干爹, 但干爹不如跌跌顺口, 是以儿子后来都是直接管顾培叫跌跌的。 我赶紧挡在儿子面前, 阻断了傅庭臣的视线。 傅庭臣, 他只是个孩子, 你凶他干什么? 傅庭臣收回视线看向我, 眼神有些委屈。 可是月月, 我们的孩子, 她说到一半, 骤然进了声, 脸色瞬间忐忑下来。 我慢慢沉下了眼眸, 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把她没说完的话说完。 是啊, 我们的孩子, 在你陪着苏联在南岛过生日的时候就已经没了。 我勾起嘴角, 忍不住讥讽道, 是以我跟顾培又要了一个孩子, 你有什么意见吗? 傅庭臣的脸色彻底挥败了下来。 她眼中是毫不掩饰的后悔跟内疚。 她向着我伸了伸手, 别我毫不留情地避开。 月月对不起, 我, 我, 傅庭臣难得有些语无伦次, 她看着我的目光十分地痛苦。 我微微垂眸, 遮去眸中一闪而过的波动。 很快, 我又看向她, 声音冰冷道, 顾培, 我已经有了新的家庭, 开始了新的生活, 你能不能别来打扰我了? 傅庭臣瞬间抿住唇, 神情十分地痛苦。 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像是终于说出了什么一样, 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傅庭臣低下了头, 这次, 她没有阻拦我。 我带着顾培跟儿子走了。 上了车, 我还能看到傅庭臣站在原地的身影。 她像是被全世界抛弃了, 明明身处无比热闹的游乐园门口, 看起来却是如此的孤寂。 我说不上心里是什么感觉。 就好像一片平静的湖泊被人投入了一颗小小的石子, 泛起了一圈细小的连衣。 顾培看了我衣啊, 启动了车子。 等到车子的视线里, 再也看不到傅庭臣的身影, 她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我本来有些恍神, 下意识地看向她, 目光还透着迷茫。 顾培直视着前方, 她幸灾乐祸道, 傅庭臣误会得好啊。 我就是她儿子的爹, 四手五入就是她爹。 太爽了,哈哈。 我, 一瞬间, 我满脑子里都是顾培, 我是她爹的回响, 什么涟漪什么湖泊, 全都统统不见了踪影。 我无语地看着她, 终于知道她今天面对傅庭臣, 为什么这么安静了。 合着就是割卓庄呢。 回去之后, 儿子问我傅庭臣是谁。 我暂时还不想告诉她傅庭臣的真实身份, 只说是我以前的老板, 我们有些冲突而已。 儿子年纪还小, 对这些人情世故不太了解。 她听我说完之后, 歪着头响了一下, 接着便把这件事抛到脑后, 黏着我说困了。 我轻拍着她的背柔声哄着她, 等她彻底睡熟之后, 我才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出神。 我今天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 以傅庭臣的骄傲, 也该放弃了。 轻轻叹了口气, 我翻了个身臂上了眼, 渐渐也睡了过去。 然而第二天, 我刚到公司, 就在前台收到一束鲜艳的玫瑰花。 我在三确认是送给我的之后, 才一脸疑惑地把花抱了起来。 玫瑰花上附了一张卡片, 写的是一首外国很有名的情诗, 但是因为没有署名, 是以我也没搞懂到底是谁的送的。 我把玫瑰花抱上了楼, 顾培今天来得早, 看到我抱着花愣了一下, 有人给你送花。 我眨了眨眼, 有些惊讶, 不是你送的。 我真的以为是顾培给我订的, 虽然我们两个这几年 从来没有把话说明白过, 但我一直很清楚顾培的心意, 他也没有隐瞒过。 然而这次顾培是真的猛了。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花, 最后恍然大悟, 又是傅廷臣是不是? 他怎么还不放弃啊? 顾培愤愤地走到我面前, 二话不说, 抢过我怀里的花就扔进了垃圾桶。 我无奈地看着他, 心里也忍不住开始怀疑起傅廷臣。 毕竟除了他, 我实在是想不到别人了。 但从昨天见面之后, 傅廷臣并没有给我发过任何消息。 我理智上觉得他应该放弃了, 但直觉又莫名地告诉我 送花的人就是他。 顾培还在边夺步边骂骂咧咧。 他看起来气不过, 竟然直接掏出了手机给助理打电话。 当我听到他豪气冲天上来, 就要9999朵玫瑰的时候, 终于忍不住冲上去, 夺掉了他的手机。 无视他控诉地看着我的眼神, 我转身拿起桌子上的遗落档案, 毫不客气地塞到了他的怀里。 先不管这花是谁送的了。 工作要紧, 恋爱脑要不得。 顾培下午, 有个会要到别的公司开, 事宜等到下班, 我就一个人先走了。 因为昨天的事, 我有点不太放心儿子, 事宜今天特意跟保姆说好我自己去接他。 然而我刚到楼下, 就见到了一个不速之客。 苏联, 他站在我们公司门口, 眼神一直往里面扫着, 看起来像是在找什么人。 我醋了醋眉, 心里有股不好的预感。 然而, 我想要转身离开, 已经来不及了。 苏联已经看到了我, 大不向我走了过来。 他站到我的面前, 我这才发现他的面容十分憔悴, 就连厚厚的妆容都不能掩盖。 我心里莫名地有些慌张, 下意识地看了眼时间, 现在距离儿子放学已经没多久了。 苏联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之前伪装出来的温和无害全都没有了踪影。 他的眼神莫名让我想到了毒蛇的性子, 阴嗖嗖地, 看得我十分地不舒服。 秦月, 如果你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的话, 就跟我过来。 他冷冷地说着, 转身就想离开。 我站在原地没动, 警惕地看着他。 呵! 他冷笑一声, 突然压低了声音音狠道, 如果不想你那宝贝儿子没命, 最好就跟我来。 我脸色骤然俱变, 心跳一下飙到了一百八十。 苏联趁我愣神的时候抽走了我手里的手机。 他不再跟我多言, 转身毫不留情走了。 我的手死死地抓住包带, 看着苏联的背影, 毅然跟了上去。 他带着我东拐西走, 到了一个没人的巷子。 我跟着他停下脚步, 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被一个埋伏在旁边的人捂住了口鼻。 意识彻底消失之前, 我好像看到了苏联癫狂的笑脸。 我是被一盆冷水泼醒的。 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我第一反应就是头疼。 头疼得要裂开了。 我下意识地想抬起手揉一下太阳穴, 然后动了动手腕我才发现, 我竟然是被绑在一把钉在地上的椅子上面。 我愣了一下, 昏迷前的回忆渐渐涌了上来。 儿子! 我猛地抬起头, 着急地四处张望。 哟, 月月姐你才刚醒, 这是在找什么呢? 苏联缓步从黑暗里走出来, 嘴角挂着笑, 眼里闪着阴毒的光芒。 我猛地震了一下, 发现这个绑着我的绳子绑得异常的紧, 凭我的力量根本不可能自己正开。 我心里着急儿子的安危, 刚刚看了一圈, 我并没有看到儿子的身影。 苏联已经走到了我的面前。 他弯下腰, 伸出食指轻轻挑起我的下巴, 端亮了我一下我的脸。 我们月月姐呀, 确实是长了一张好脸蛋呢。 就连你那儿子, 也看得出来是个美人胚子呢。 他嘖嘖地摇了两下头, 慢慢地收回了手指。 苏联, 啪! 清脆的一声巨响, 苏联一巴掌甩到了我的脸上。 我被他毫不收敛的手劲打偏了脸, 喉咙里瞬间涌上一股血腥味。 你别叫我, 就凭你也配叫我的名字。 呸。 他恶狠狠地朝我呸了一口, 面容逐渐扭曲。 我忍下嘴里的血腥味, 抿着唇死死地盯着他。 苏联的精神状况 现在看起来很不对劲。 为了避免他做出什么疯狂的事 伤害到我儿子, 我决定先按兵不动观察一下。 整个仓库里 只有他高跟鞋踩出的回响。 我垂下头, 用余光观察着周围。 这个仓库整体很暗, 我看不到其他人存在的痕迹, 但我知道 这里必然不止我们两个人。 我尝试着找办法 把手从绳子里抽出来。 然而苏联已经来回踱步了一圈, 重新回到我面前。 他猛地捏住我的脸, 强硬地把我的头抬起来直视他。 我猝不及防对上他的眼眸, 那里已经只剩扭曲跟疯狂。 秦月, 为什么? 你都跟傅庭臣离婚了, 他还能对你念念不忘? 他狠狠地盯着我, 语气满是疯狂。 我哪一点比不上你? 让他这三年来, 无时无刻不再找你。 可明明陪在他身边的人, 是我呀。 我神志下药怀了他的孩子, 他却宁可付我抚养费, 都不愿意娶我。 他凭什么这样对我? 我心里有些震惊, 没想到他们这三年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然而, 除掉那一丝丝的惊讶外, 我更多地却是觉得可笑。 明明都决定好, 不要刺激到他。 但对上他仿佛要将我杀掉的怨愤眼神, 我却忍不住笑了出来。 我狠狠地扭了一下头, 挣脱他的手, 然后死死地盯着他, 一字一句道, 当初是你先抛弃他的, 你又凭什么要求他对你从一而终? 我亲眼见证了过去几年里, 傅廷臣对苏联全心全意的爱。 那是清晰地知道, 苏联只是吊着他, 还心甘情愿地付出。 是知道, 苏联为了钱嫁做他人父后, 依然选择默默守护。 我陪伴了傅廷臣最难过的那段日子。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苏联对傅廷臣的重要性, 也比任何人都嫉妒他。 苏联被我说得愣在原地, 他似乎不愿意去面对这样的事实, 只一心沉浸在自己被辜负的妄想里。 我垂下头不愿意看他, 如果他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来绑架我, 那在过去的许多年里, 他早应该被我绑架十万八千次了。 呵,你说得对。 苏联突然笑了一声, 语气也平静了下来, 但我心里却骤然升起了一股十分违和的感觉。 然而还没等我想明白到底哪里不对, 苏联已经站起来, 垂着头看我。 可是啊, 月月姐,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我爸妈死了, 亲戚关系不好, 没有朋友, 就连过去的丈夫都不要我了。 如果我再失去傅廷臣, 那我还怎么活下去啊? 他柔软了声音, 再次带上了我熟悉的可怜兮兮的味道。 然而我却丝毫不敢放松, 心里的警惕到了极限。 其实啊, 月月姐, 当初在幼稚园门口跟你偶遇那次, 我是真没在意的。 他轻轻笑了下, 随手撩了一下头发。 因为你们已经三年没见了, 而你身边又有了新人, 态度还那么坚决。 我就觉得你跟阿诚无论如何都不会有发展了。 但是我没想到, 阿诚竟然不愿意放弃。 他叹了口气, 白镜的面庞上到底没有掩饰住一瞬的扭曲。 他为了你去接根本没必要的竞标项目, 为了打通背后的关系, 喝酒喝到未出血半夜进医院。 但他什么都不说, 只是因为你接下了他的转让合同, 就高兴得一晚上都在傻笑。 我小心挣扎地手顿了一下, 眸中渐渐染上了不可思议的神情。 傅庭臣他, 竟然为了做到这个地步了吗? 月月姐, 听到阿诚为你进医院, 你很开心吧? 苏联轻笑了一声, 声音越发地温柔。 既然这样, 那我还可以说一点让你更开心的事情。 你知道吗? 我昨天去找阿诚, 他跟我说你跟顾总有孩子了。 我本来听到这句话可高兴了, 可是啊, 阿诚他竟然比我还高兴呢。 他像是真的想到了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 捂着嘴痴痴地笑了一会儿。 我却一点也笑不出来, 只觉得越发地心惊。 那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他竟然说, 他不介意你跟别人有孩子, 他甚至因为那个孩子帮你弥补了失去亲子的痛苦, 而为你感到由衷地开心呢。 他还说啊, 只要你愿意跟他复婚, 那他一定会把那个孩子当亲生儿子来对待。 他的东西以后都是那个孩子的。 月月姐, 你说他多好笑了, 我还是头一次见一个男人上赶着当街盘侠的。 苏连越笑越大声, 他甚至笑出了眼泪, 又用手背随意地抹去。 我心里酸涩, 一时竟不知该感慨是造化弄人, 还是傅庭臣他最有应得。 可是啊, 月月姐, 你知道吗? 我的孩子没了, 他都已经有胎动了, 但他没了。 他的猛地止住笑意, 再不掩饰内心的怨愤, 脸色骤然沉了下来。 是以凭什么呢? 我一无所有, 你却拥有一切。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一起下地狱好了。 他又开始发狂地大笑。 我不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但我知道他的精神世界已经彻底崩溃了。 苏连突然抬起头, 猛地往后退了两步。 他抬起手挥了下, 阴影的地友善走出了几个黑衣人。 而他们手里抱着的, 正是我昏迷不醒的儿子。 鹿鹿, 我着急地叫了一声, 理智彻底压抑不住焦急地挣扎起来。 秦月, 你别挣扎了。 反正很快, 我们都能在下面相见了。 苏连笑了, 带着悲伤、 绝望跟疯狂。 他拿出了一个打火机慢慢蹲下。 我这才发现, 地上竟然有一条长长的引线。 我猛地瞪大了眼, 不敢相信苏连竟然准备了炸药。 然而, 我已经来不及阻止他。 在我被巨大的声响包裹之前, 我看到的是被强行破坏的仓库大门, 和一个飞奔扑向我的身影。 苏连死了, 他死在了那场爆炸里。 他在那天, 本就准备孤注一掷, 在仓库里外都埋了一圈土炸药。 而顾培跟傅廷臣发现了我的失踪, 他们报了警, 然后根据鲁鲁身上的定位器找到了我们。 当我在屋子里跟苏连对峙的时候, 他们其实已经到了。 然而刑侦队长判断需要先拆除炸弹, 为避免打草惊蛇, 就没有第一时间进来救我。 事实证明队长的判断是正确的。 苏连没有这方面的常识, 他只是精神失常, 做出了疯狂之举, 是以他埋的炸药拆除得十分顺利。 而当他选择引爆炸药的时候, 外面的炸药已经被全部拆除。 但屋子里还留有一些, 虽说因为隐性过长而使一部分失了效, 但依然有一小部分炸了。 苏连在的位置比较存, 刚好被土炸药蹦出的碎片划破了脖梗。 他最后死于失血过多, 甚至没有撑到医院。 而我就比较幸运, 当时他埋在我身下的炸药并没有爆炸。 至于其他炸药的余波, 傅廷辰保护了我。 而顾培为了保护露露, 却承受了大部分的冲击, 直接住进了ICU。 从那天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这件事在网络上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 为了避开那些烦人的记者媒体, 我们全都被傅廷辰安排在了傅室的私人医院。 这几天除了对警方必要的配合, 其余的时间我一直都陪在顾培身边。 他在前几天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转入了普通病房。 只是他一直没醒, 医生说爆炸伤及了他的大脑, 可能很快会醒, 也可能再也不会醒了。 医生剃光了他的头发, 以至于我每次看着他都忍不住牵起嘴角。 相比较他而言, 儿子就幸运多了。 他因为迷药的原因一直在昏睡, 以至于醒了之后对这些事一无所知。 我怕他看到顾培这样会害怕, 是以拜托保姆把他领回家照顾他。 至于傅廷辰, 他也受了伤, 但比顾培好很多, 现在已经可以坐在病床上开视讯会议了。 我在他醒来的第二天去看过他, 告诉了他露露其实是他的儿子。 傅廷辰当时还躺在床上, 听到我的话瞬间便坐了起来。 剧烈的动作牵扯到了他的伤口, 让他瞬间便僵在原地。 我轻轻叹了口气, 帮他按铃叫来医生。 等所有一切都处理好之后, 我在他期待的目光中温柔了声音。 傅廷辰, 谢谢你保护了我。 我突然想到了年少时, 他把我从巷子里救出来的那一幕, 忍不住笑了一下。 好像每次只要我遇到危险, 你总是会来保护我, 我真的很感谢你。 不, 用。 傅廷辰艰难地开口, 他的声音还有些嘶哑。 我轻轻摇了摇头, 在他满是期待的目光中, 我轻声道, 只是感谢不是爱, 可怜也不是爱。 傅廷辰, 我很感谢你救了我, 也很感谢你为我做的那些事, 但我们真的不会复合了。 你以后如果想看露露, 可以随时来看, 等他长大之后, 我也会告诉他你的身份。 但我们的交集就止步于此吧, 从今往后, 我们互不亏欠。 我看到傅廷辰眼里的光一点一点暗了下来, 他的脸上彻底失去了生机, 变得一脸茫然又空洞。 我帮他噎了一下被子, 最后看了他一眼, 轻笑道, 好好休息, 傅廷辰, 祝你, 早日康复。 那天之后, 我发现傅廷辰把我微信删了, 明明就在一家医院的同一层, 他却像特意避开我一样, 一次都没有跟我撞见。 如果不是他提前出院那天, 偷偷来看我被我发现。 恐怕, 我都要以为他因爱生恨, 要重蹈苏联的覆辙呢。 然而, 那天我也没有跟他说上话。 傅廷辰发现被我看见, 直接脸色一变, 转身走了。 我看着他明显美好权却逞强地, 要走出气势的背影, 忍不住叹了口气。 总归他以后的生活, 也不归我, 操心了。 既然自己都不珍惜自己的身体, 那就随他的便吧。 我这几天安心地陪着顾培。 他瘦了很多, 原本帅气的脸几乎有些脱了香, 但却意外地增添了几分破碎的美感。 我这几天都是不假他手地亲自照顾他。 偶尔闲下来, 我便不停地在他耳边说话。 过去我们两个在一起, 总是顾培说得多。 现在他安静地躺在那里, 我不希望他太过寂寞。 终于, 在几日后的一个下午, 阳光透过医院的窗户照进屋里, 温温柔柔地打在顾培的脸上。 他似乎是被我念到烦了。 在沉睡了这么久之后, 他终于慢慢地睁开了眼。 彼时我正说道, 他再不行我就去给傅庭臣做糖醋排骨。 话刚说完, 我就赶紧手指被人轻轻地抓了一下。 低下头, 顾培幽黑的眼眸正不满地看着我。 他昏迷了很久, 身体还很虚弱, 说不出话, 是已只能用眼神控诉我。 我愣愣地看着他, 直到确认这不是幻觉, 这才疏然展开了一个笑。 眼泪猝不及防地掉下来, 我却根本不想去管他。 紧紧地握住顾培垂在床侧的手, 我又哭又笑道, 我骗你的, 等你好起来, 我给你和儿子做糖醋排骨吃。 顾培轻轻笑了, 窗外阳光正好, 就像我的未来一片灿烂。 晚安。